注意看 这是一具游攻热火般的游戏 他们是大号灯 只需轻轻地刷 恶魔就化为灰尽之一 他们是战斗天使米加勒留在人间的大脚 传说中的夜行神龙服 他们白天只是在高塔上装饰的石像 每当夜幕降临 就会化身成为与恶魔征战的天使 他们有着超人的力量和松力的爪 即可以在空中滑翔的巨大翅膀 面对可怕的恶魔 他们也毅不认 直到这天夜幕 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利用八具尸体复活了一个怪物 而惊人的创造让他惊恐不已 所以他就试图毁灭怪物 没想到怪物再次死而复生 出于报复怪物杀害了科学家的新婚妻子 气愤不已的科学家一路追杀怪物到南极 气人的是科学家被冻死了 怪物对寒冷免疫毫发无伤 出于愧疚 怪物把科学家带回了他的家族目的 让他入土为安 然而潜伏已久的撒旦水牙还是找到怪物 他们想要把怪物抓回去研究 好复活更多的恶魔军团 一举统领人类世界 怪物又怎么可能乖乖束手就擒 打斗过程中 怪物用一旁的木牌成功反杀了一只恶魔 眼看怪物寡不敌众 就要被恶魔拿下 激烈的打斗惊醒了不远处的石像 他们化身为夜行神龙 加入战斗 三下五除二的就擒 完事后 他们发现了科学家的笔迹 怪物的出现让他们觉得 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于是他们把怪物带回了夜行神龙族的大本 夜行神龙族的皇后接待了他们 并赐名怪物亚当 告诉亚当 只要在武器上画上夜行神龙的圣子 就可以杀死恶魔 于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猎魔人亚当 而撒旦之子那边流失忘想 利用亚当 从而造反他们恶魔族 一点点 我让你带来 我带来 带来 带来 我带来 带来 我带来